冰壶是如何制造的 制造冰壶要从这块特殊种类的花钢岩开始 这块花钢岩重达20吨 要将它切割成更容易加工的大小 首先把花钢岩用这根粗缆绳切开 缆绳上面由钻石颗粒组成的摩擦环 一个大型滑轮系统带动缆绳 以高速通过花钢岩 钻石颗粒就能磨开花钢岩 接下来工人在切割好的花钢岩表面 做好冰壶大小的标记 然后用这台钻石切割机 直接穿透花钢岩 切割出制作冰壶的毛坯 每块毛坯将近27公斤 工人用工业强度的锡盘把毛坯提起 将它们放入货柜中 接着用钻机在毛坯正中央 钻出一道宽16毫米的孔洞 用来装设冰壶握臂 接下来再用这台机器 要把毛坯切成冰壶的形状 机器的弧形壁上有成排的钻石切刀 完成一半的形状后 工人把毛坯翻面 好让机器切割出另外一半 切割好冰壶形状后 接着用另一台机器 在底部刻出一个囊带 这个囊带将存放一块颗粒 特别细的花钢岩石板 这个超耐磨的石板 可以延长冰壶的寿命 在囊带里涂上环氧树之后 把石板放进去 然后用这台液压冲床 压出里面的空气并固定石板 接下来这台研磨机 依照模板在冰壶的顶端 与底部各刻出一个中心环 球员可以在任何一面放上握臂 现在工人将冰壶固定在旋转的抛光机上 并用五种不同钻石磨砂片 将冰壶表面抛光 接着用细小的玻璃柱 喷向边缘 这样会在冰壶表面留下凹痕 防止侧边再撞到其他冰壶石裂开 然后在粗糙的砂纸上 研磨顶部与底部 让冰壶在冰上能有更大的摩擦力 完成的冰壶约有18公斤 接着用防撞那样的塑料 制造冰壶的握柄 将握柄锁入之前钻好的孔洞里 这块雕工精美的冰壶 就可以进入比赛场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喜欢科普记录大师的朋友 点赞评论加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